本地红萝卜仔 整袋只花了4元鸡 我们终于来到虚子 这个虚子是这样的 它不是每天都会开的 足足三块鸡 我们早几天去市场买鸡 也要10元一粒 3元斤 这是自己种的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蓝沙的大允村 大允村是位于蓝沙最北边的 和番茴接壤 其实旁边就是番茴 今天跟大家来蓝沙 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去趁虚 我们去东冲镇趁虚 不过现在先吃早餐 现在已经差不多9点半 我们叫第一份食物送上来 大家猜猜多少钱 这是瘦肉的米线 两个都是瘦肉的 这个是6元鸡 这店是当地人 当地村民的早餐店 这些村里有特别多这些燕炒菜 价格是12到20 有九黄炒蛋加饭 碟头饭 都是12元的 我的食物又来 这个是河粉 这是大份 10元鸡 材料都挺足够的 我们又吃饱饱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趁虚出发 在这里驾车过去 8分钟就没有用了 我自己还没趁虚 究竟虚是不是这样的呢 好像前面有很多菜市卖 对面卖着菠萝 刚才走过的时候 已经闻得很香 现在这个时节已经有菠萝 卖了吗 不是到大热天才有的吗 菠萝城 有一吃当然是大树菠萝 18元一斤肉吗 18元 买1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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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吃过大树菠萝 我以前有同学在站光拿出来的 他要用刀 塗油才能切得到 我看到那位同学切 切完刀 会有些胶在上面 用油洗一下 我要及时洗掉 大树菠萝 好 试试大树菠萝 很甜 上次我们去大吉沙岛 已经看到有些在树上长成了 我想不到原来 未到夏天的时候 已经这么甜 大树菠萝 刚才那个美女切的时候 她都说 切完之后那些锐是会有胶 是会黏着大树菠萝 所以是要抹些油上去 我们接下来就会在市场这边走一步 走完之后再过去区那边 走一步 刚刚就买完水果了 围着市场旁边都是这些卖菜的地方 围着红萝卜 整袋只花了4元鸡 这么大把 南沙这里的红萝卜 拿回去煲糖水 不是煲糖水 不是煲糖水吗 我知道 不是煲糖水吗 煲借水 哦 平时热气开来喝好 不是那些批发市场拿货的那种 饼那些是什么来的 里面的是什么来的 正在煎那个是 正在煎的 哦 土豆饼啊 要等多久啊 哦 鲜饼 那个要等多久啊 土了 土了 哦 那要现成的 又应该是红萝卜 试试刚刚新鲜滚热 买回来的 这个应该叫红豆煎饼 很热的 其实是拿不到的 超级热的 刚刚新鲜出来 2元鸡 早知道刚才不去那里 不行 拿不到 好热 实在太热了 留下单人上车才吃 试试这个土豆丝 其实这些都是北方的早餐 通常都会吃这些 以前我经常吃的 有一段时间 很好吃啊 应该挺好吃的 好吃 正常味道 没什么特别的 摄下来就试试这个红豆饼 这些红豆呢 红豆沙 是一粒一粒 看得翻的 它不是那种 融开的那种 有点热 有点热 都不是有点热 其实呢 刚才我们吃完之后 等了一会 还是很热的 真的好像蛋糕那样的味道 最重要是够新鲜 通常在市场旁边 都是很多这些 那么多小食店 很好吃的 不像我们在广州路城区 那些菜便宜便宜便宜 底便宜便宜 但好像这些小食店 并不是太多 即使中市市场 我觉得都不够 这里东涌市场那么大 如果你说广州哪个市场大 应该西浪都可以大 不过最大我走过 应该是白云区 新市那边的 萧江市场 那些档口 猪肉档 看不到尾巴 我们终于来到虚这里了 这个虚是这样的 它不是每天都会开的 它逢龙力的逢三 和逢八才会开 而刚好今天 就是农历三月二十三 进来这里 看到在广州市区 不常见的这一样东西 烟丝 通常这些叫做大粒粥的 很多食物 我都不敢再说下去了 都是会选这些 是的 以前在住旧屋 住在大咸肉的时候 对面很多老伯伯 都是吃这种的 除了一些传统的东西之外 还有这些比较新潮的 例如在买寿司 还有这种烤鸭 又或者煎饼果子 至于对面这里还在买粟米 除了卖食物以外 虚 就真的什么都可以卖 比如说前面卖花 这边是买一些树苗的 这边还在买什么 这是椰子汁吗 细枝14 14 你想买吗 买 买 这些是什么 这是水牛奶 我还买椰子汁 我只是说比较便宜 这个 哦 牛鱼 煲粥 是的 不可以直接喝就算了 你作为 再来还有盐焗鸩鸩蛋 以前在广州很多酒鬼档都会买盐焗鸩鸩蛋 我有时见到都会买来吃 但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5元够了 买5元够了 因为你刚才也吃过 5元够了 那些就是盐 这是什么鸩蛋 粗盐 哦 这是鵝蛋 这么大一只 热的 5元 好 多谢光鸩 除了卖鸩鸩蛋之外 这里还有收音机博物馆 全部都是收音机 又被我们发现一档 卖饮饮的地方 经过多方考虑 我们决定 炸蟹汁 8元一杯 这些现炸的 哇 都挺大杯的 是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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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足足三个蟹 我们早几天去市场买蟹 都要10元一粒 是 十几十元一粒 先不谈品质 我不谈这种 这里起码一整粒 哎呀 哎呀 碎了 是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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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元一杯 蟹汁 你喝吧 这么大一杯 我先喝吧 你喝吧 我现在有看一个美食博主 在印度 其实他很有名 他经常去喝蟹汁 原来在印度街边 很多这些店铺 是炸蟹汁的 试试 好甜 甜到很谐 甜到要 要混淡才行 一般都是人家混淡的 他完全不混淡的 是呀 还喝到蟹味 直接咬蟹的观众 应该知道 那种蟹味 老婆说 如果再加冰 就很好 但加冰时 也会淡的 老板标榜真材实料 什么都不加 好甜 有些冰粒就好 买一支冰水浇进去 今次我试过鸚鸚蛋 鸚鸚蛋是一个颜色 创业表皮是颜色的感觉 这些才是最好吃 很多时候 老板会特别倒坏 只要这样做 才会更入味 鸚鸚蛋足够入味 已经试过一粒 咸不咸的感觉 又是很热 至于我们老婆又买了 就是这种刚刚新鲜焗出来的蛋糕 很热的蛋糕新鲜 蛋糕又是刚刚新鲜热的 看看能不能拿到的 除了蔗汁以外 全部都是热 没办法直接吃 过来这里真的是过瘾 而且我们刚刚才走了一个口 后面还有很多地方 继续 这些蛋糕有时在市区也有卖 超市门口也有 叫做无水蛋糕 当我们买了6元 至于走到这里 我一直在吃蛋糕的时候 闻见很香的椰子味 原来是五指毛桃 很像一座山 这些一刻是煮汤 煮鸡和瘦肉都很好 过来这里还有很多卖菜 价钱非常便宜 过半价钱 放不下冰箱 因为又会买一些生鱼 最热闹的地方 一直往前走 在右边还有农田 都是农民种地 种菜的地方 南沙粉椒 这些是粉椒吗 南沙的椒很漂亮 3元斤 这是自己种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种 5元斤 3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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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元斤 9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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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9元斤 9元斤 又买了一条椒 你看这些 好像我们去泰国吃到那些皇帝椒 那是大型一点 矮的 想不到今早短短一个小时已经吃饱了 早知今早没人去吃早餐 今早早餐当中我以为是很多港洲人去吃老西瓜味道 就算不是老西瓜味道 都是很当地村民的感觉 但慢慢都想不到一切都不是 所以我镜头交代得比较少是有原因 至于这里 好,椒 甜了,是本地椒,你可以尝尝 大家看看整个椒椒在树上 不过当然这个状态是未能吃的 还是青啤啤啤 我们这些城市人真的不懂 刚才我来远望看到这些我说是紫苏叶 然后老婆马上跟证我说是番薯 好,吃完香蕉又来到这里卖鸭的地方 哇,多生猛 青头鸭 这是番薯吗? 青头鸭 青头鸭 青头鸭怎么卖的? 11元一斤 11元一斤 至于卖大鸭的对面 还有这个卖鸭苗的地方 你看多少鸭苗 至于是什么品种 我当然是分不了 全部都是鸭苗 好像这位姐姐美女 她买了几个小鸭花 多长 多长 两个月 有没有两个月 有 除了鸭和鸡苗之外 还有菜苗 一盘盘卖花就有了 卖菜苗我真是第一次见 例如像这种 我不知道是什么菜 我断猜会不会是通菜 旁边还有这个 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菜 这里有写的 这是苦瓜 这是水瓜 青瓜和南瓜 原来青瓜南瓜苗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来到 卖水果的地方 看她老婆是否要买些水果 哇,发现这里有一座榴莲山 泰国金枕头 哪里 好,来虚场这里真的好玩 真的有很多好东西 据我所知 在南沙和番茹 其实类似这样的虚 亦会有很多 但是它是要逢龙力的时候 逢三逢八 或者逢二逢七 这样才会开 如果刚好遇见 星期六日 除了刚才的东西 用百货 虚 当然还有一些败祭用品 又或者一些干果 甚至乎三 都是有得卖的 以前我们看一些古装片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 他们要趁虚 将家里的农产品卖 然后帮妹妹买一匹布 做衣服 类似就是这样 前边还在买椰子汁 看一看 看一看 猫 在这里批椰子 挺好技术 不只是要大力就可以 其实我觉得批椰子 是技术比力 如果不懂得用力 如果不懂得用力 便会乱来 这里还有咸鱼 不知道大家看到 前面有几个 广东米酒瓶 装着那些 深粉红色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 其实那些是咸蝦酱 会稀一点点 就不是高 你可以直接切开 煮菜 那些会稀少少 那些卡尼蒸瘦肉 拌饭一绝 最好吃的 终于我们来到这个 东涌吉祥围 民族风情馆 是一个博物馆 是一个博物馆 其实是在一个船上 来博物馆 捉你这个 这个就没见过 好 我们来到这个博物馆 东涌文化博物馆 看到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是什么带 这种算是新潮 这种没那么新潮 这种是新潮 这种是新潮一点 上面是红仔 但是至于下边这个 你以前是这样玩的 是呀 以前是这样玩的 是吧 这些小朋友 那些叫做什么 学步行车 因为大过了 乙龙 是 乙龙 是 但是上面叫 竹鼓龙 应该是这样读 嗯 就是那些小朋友 当他走得快的时候 父母什么不行 他又要学行 不是学行 没有车 这个没有车 以前哪里有车 那么先重 哦 这个是固定在那里 不移动那种 再来还有 这种呢 如果没有在城市里面住过 或者农村 如果是在外边住 就可能不太熟 刨木椅 刨木 刨到它薄一点 刨一些木花出来 对啊 什么都拿木来兜 对啊 斗木 就是在这种椅上 我都见过的 不过我因为那人太小了 我当然不懂得用 我看过 嗯 再来就当然 还有这种 领南文化 领南文化 诗头的文化 醒诗 醒诗 醒诗文化 再来就是拜神 敏感神恩 神恩庇佑 这个就是还原拜神的情景 这个是文米的 哦 是啊 文米的 尖缝 你看看 那个人像 左手 是拿着一些拜祭的器具 要文米的人 就坐在这里 你看 就好像这个 文米 是的 占卜 作福 天后宫 还有石牌天后宫 还有石牌天后宫 这个附近那些 是的 附近拜神的地方 至于这边呢 就是说生日的习俗 六十大习俗 为什么这里有这个兽衣呢 真是奇怪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这样的吗 哦 这里有写 原来东涌是这样的习俗 六十就做大兽 然后呢 在当日 大生日当日 晚辈一一向 长者 敬酒或者敬茶 奉上糖水 和瘦包 瘦面 瘦衣 你有没有喝过 喝过 鸡血蛋 莲子百合 糖水 一定有鸡血蛋 多口 还可以 准备 呢 白蜡血蛋 又是 显摇 呢 继续 快 啊 我 完 小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